记者张宣哲台中报道,大甲市区主要道路光明路路面坑坑洞洞,引起用路人抱怨,今日进行刨铺工程,市议员吴敏计召集相关单位会刊,机具开挖发现路面下方雨水下水道渗漏路基塌陷,通报水利局进行抢修,整个路面刨铺工程将延长一天,为了更好的道路品质,呼吁商家及用路人多加体谅。 施工单位今日上午施工刨除路面时,阵栏接口附近意外发生小规模路基塌陷,建设局第三公务队队长张绍蒲表示,挖开路面之后发现是雨水下水道衔接出了问题造成路基流失,旋即通知水利局紧急抢修,工期原定二天内完成,因此多延长一天。 本次施工工程从光明路西端的外环道巾国路口向东至镇栏接口,全长416公尺,工程内容包括AC路面刨铺,扔轴孔调整,抗滑标线及路基改善,总工程费400万元。 其中仁爱接口至五福接口,今年将进行雨水下水道工程,不在此次工程范围内。 吴敏季表示,除了光明路之外,临近大甲又施工业区的黎明路,从经国路到中山路二段之间的路面破损严重。 刨铺工程已于本月三日完工,光明路为镇栏宫周边重要道路及主要商业区因久未全面刨铺,路面有多处涨裂缝,坑洞天天不补,影响行车安全。 封闭道路施工虽然会造成用路人及商家的不便,但是现在的施工技术提升,可有效降低机车摔车几率。 大甲区长流来往反映,光明路由镇栏接口至中山路口约200公尺,常未列入本次工程,地方上有异议。 吴敏记表示,受限于去年底的经费不足无法权限失作,今年将继续向师傅争取预算进行。